对狗来说户外的刺激非常多 狗发现地上有食物 看见来往的行人和其他狗 都有可能激动 严重时主人甚至会控制不住 每位狗主人都希望自己的狗狗 出门时可以乖乖随行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毕竟大部分主人 还是很难让狗狗做到稳定的随行 今天毛老师就来向大家介绍一种 可以让狗狗乖乖随行的工具 批链以及它的用法 批链其实本质上是一条 可以活动的项圈 如果用力就会收紧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瞬间收紧的批链 对狗有极强的控制力 可以非常有效地约束狗狗的行动 不过很多家长都没有掌握正确的用法 下面毛老师就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皮链有两个方向 正着带和反着带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带好之后应该像这样 项圈在内侧 牵眼上在外侧 很多人把皮链 带在靠近狗肩膀的位置 这样是不对的 皮链一定要往上带 系在狗的耳根后面才有效 遛狗的理想状态是狗狗紧紧跟着我们 不拉紧牵眼神也不走在我们前面 而皮链的作用就是在狗狗没能做到时提醒它 这时需要将皮链迅速的向上提要干净利落 平时就让牵眼神保持松弛的状态 如果狗狗一直扯着牵眼神 不光自己不舒服 而且时间久了也会适应 到时候皮链就没有用了 狗可以感知主人的情绪 用皮链遛狗时一定要放松 你如果很自信 你的狗也会很听话 皮链就像是个指挥棒 是连接人和狗的牛带 遛狗时眼睛不需要顶着狗 狗所有的行动都可以靠手里这根绳子来掌握 而主人也需要替狗做决定 并将所有的指示通过皮链传递给狗 用皮链遛狗是个磨合的过程 人和狗都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适应 不要心急 一旦磨合好之后 皮链会带来极强的控制力 狗戴上后也会变得特别拐